想要打准贴腹球 三个重点 细心的瞄准 锁定方向 力量到达进球点上 先说瞄准 其实这就是接近直球的瞄准 只要稍微打过一点抬球的都知道怎么瞄 关键是你能不能瞄得更细 明察秋毫 放手架的时候呢 不断的将杆头推进母球 稍作停顿 去感受球杆延长线出去 到达目标球上的这个点 只要是轻微的偏差都会打不进 所以你看得越认真 球杆微小的变化就越能感受得清楚 反正你每一杆认真的去看 半个小时后你就会到达一种入微的感觉 第二 锁定方向 大部分所谓的后手部分呢 都来自于不会锁定大臂 一回杆大臂就会失去了方向感 出杆啊 哪怕是很微小的偏移 球杆都打不到原来瞄准好那个点位 注意啊 回杆时呼吸要平稳 大臂要微微的绷着一股力量 注意不是绷死了啊 边绷住 小臂呢 边向后回杆 但是小臂是不需要绷着力量的啊 这样子的回杆呢 会感觉速度不会快 稳稳的匀速的感觉 那这个回杆的过程呢 手臂会对原来瞄准好的这条进球线有记忆的感觉 第三 出杆要奔着进球点上发力 出杆的过程呢 小臂摆动是不需要去刻意控制它的 球杆停在最后方的时候啊 脑子里呢 想的只有一个概念 感觉白球消失了一样 没有任何阻碍 用手臂一摆 将球杆送向进球点 那你想一下啊 眼中没有白球 出杆的时候是不是会感觉到力量肯定没有阻碍 它就会有一种瞬间直达进球点的感觉 同时 球杆出完后 需要绷住大臂和小臂 这样呢 就会建立手臂对这个杆头最后停止位置的这个记忆力 随着击打的次数越来越多呢 你就会感觉不到中间整个出杆的过程 只有最后回杆的起始点 跟最终杆头的停止点 这个就好像两点一线 所以你后手的动作就会越来越直 越来越直 那么我刚才讲的这三点啊 结合我这个练球视频 大家呢 反复观看 到球桌上练完以后呢 再回来看 你会发现啊 你对发力会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好了 下课